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這是如果弄第六章衝動專輯 第六章衝動專輯 起動 好厲害 這個 對 19年的冬天 有一個創作營 然後我找了一些熟悉的樂手 像是阿姬跟米奇 他們擅長的樂風跟我很不一樣的音樂人 然後我們去了一個很郊外的民宿 然後在那邊有10天的時間 企圖把新的專輯的歌上寫出來 成果如果是非常好 我們在那時間當中應該寫了快30首歌 所以大家在接下來聽到這些歌曲 有很多手是在那個期間完成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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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進來更 Oh my God 哈哈 我們從副歌這個位置 然後硬蓋進去 這樣 後半段 後半段 事實上 所有的相遇 都是久別重逢 然後這首歌 這樣炸聽下來 就是一首舞曲 但是其實它的音軌 就是它的音軌 就是它 也就是說他已經到了 就是電腦程式所能夠承載的 最高的軌宿 辛苦回音聲 因為他必須要每一道都check 這張的和聲 相對來講比較單純 他比較多的和聲是用樂器去做 不要啦 我覺得這要想帶一點的題目 不要這麼好 這個是不要愛情的 我覺得這對的不是這樣 人生 你是懂我們要講生命還是什麼 一顆骨頭給你這個 這樣比較順 這樣少一點 就可以了 我就是想要獻給 莊子跟我剛滿一歲的外甥女 還有我過世已久的奶奶 就是面對生活的從容 你看你像小朋友 他很容易就快樂 對 還有莊子 我唸他書的時候就覺得 為什麼你總是可以 從生活中有這麼多的這些體悟 然後是這麼的有智慧 所以我就想要可以像這些人一樣 一二三 一二三 這個是 那個 我們要你先切一盤 相信有定號的 我只能不能一定可以在往後自己寫出 寫歌曲 在我身上吃 我要先吃 我就要吃 我吃 你吃 你吃 我吃 你吃 我吃 你吃 我吃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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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哼哼 哼哼 這首歌 我覺得是這張專輯裡面最負面的歌 一段 跟壞掉的人際關係就是壞掉的燈泡 他是無法照亮彼此的 曲風 基礎是來自於 Vassanova的感覺吧 後面不曉為什麼變得這麼暴力 所有的關係一開始應該都是 通常大部分都是因為好拍子 可是大部分都會就 啪就 突然 其中一方突然 開始情緒勒索 還有這首歌的偽咒 我有另外錄的那個波 也就是 528赫茲的邊 可以幫助修復我們身體的細胞 今天第七天我被掏空 因為我們 七天被掏空算是很厲害 蠻好 蠻久的 蠻久的 原來我就差不多這樣了 他聽過了 阿他 他耳求 跟武闔 是 來 你 要賣得到 有時候我們人生跟我們生活就像是一場很crazy的discord 盡我們所能就是把所有想要找的人都找來東京四遍的吉他手浮雲 來完成這首歌的吉他 可以看音樂性這首的歌詞 它其實是我那時候想要寫 就是我的那首歌我愛你的2.0版本 也是一個對於可能創作的妙思女神 或是生活的某一種幸運之神的一種訴訟 我們入了六種直笛 因為全部都是All by Archino 都是一個人吹的 我當初想說像小學那種直笛 對我們想很久要不要找小學生來吹 對本來要找直笛 然後後來因為阿基有六支不同的笛 對張然中他全部的都會吹 對 所以就拿了六種直笛 自己變成直笛 對這樣 專輯製作間其實有遇到疫情爆發 我那一陣子在家裡就是廢了很長一段時間 可是後來就一直會思考說 欸這應該不是疫情想要教會我的事情 所以後來才又振作起來 覺得不行還是要把這個 好好的認真做一下專輯 做一些有建設性的事情 因為原本是在錄音室錄嘛 但是大家一起很多人到錄音室錄的話 我覺得可能大家通勤啊什麼的 就是會有那個 增加染疫的風險 所以為了降低那個風險 我們就 就是把器材扮回我家 然後等於是自己 跟錄音室兩個人 把專輯裡面超過一半的 Vocal都 等於是在我家的衣櫥錄完 這張照片想要呈現的就是 其實就是一個 社會或是一個生活的縮影 因為其實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或是每一個場景 其實都是很多不同的群體 或是不同的個體 然後聚集在一起 街拍它是一個最高精髓 它明明是一個自然的東西 但是它看起來又很劇場化 很戲劇化 很明星化 對 除了廣眾 我只能說其他人 他都是自己的明星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東西是 比較難拍的啦 對啊 還蠻有趣 就是在想怎麼樣在專輯封面 把這種多元的事情給呈現出來 所以今天安排這些人 其實不見得是他的面相 而是觀察到某一些 可能這個社會上一個角落的樣子 希望大家看到的時候是 盯著這張照片可以想很久 到底為什麼他會在這裡 很像我們在人生的某個片段 突然被定格 然後就是很巧的在某個街邊相遇 這樣 大學同學 然後我們已經認識了十多年 可是我在生命中很要好有的 其實不只他們 就是因為小虎這次也有路徑 因為他們都是對我生命中印象很深的人物 所以我就覺得他們如果可以在這路徑 就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紀念 其實這張專輯的造型 有蠻多都是想說 欸以前沒有穿過 那這次來穿看看不知道 好像蠻好玩的 還有頭髮跟 跟嘗試沒有戴眼鏡拍攝也是 一個新的經驗 因為我從小時候 就是他的粉絲 就是我有買冤明那張 然後 就沒想到可以拍到他 然後今天也都 在預想之內就是會是一個少畫的過程 但 就是可以連結在一起這樣 我覺得可能是有點呼應這一次專輯的那個音樂聽起來的感覺吧 因為上一張畫的FOX就是超級純粹的民謠音樂 那來到這張就想要試試看 跟民謠樂風就是完全背道而知 呼應那樣子的音樂 這次的造型就 就給他複雜一點 出口 好 謝謝 好啦妳這樣 你就這樣啦 好啦你這樣啦 安貝在前面 你就這樣拍啦 這裡面 那人在加藍貝咧 壓掉吧 扣子要掉 在加藍貝呢 終於可以一眼 他扣子跟我一樣 很榮幸跟大家一起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很開心 然後大家一定不知道 這T恤上面的加藍貝是什麼意思吧 這個詞就是我發明的 是我假想的 最美好的一天 所以 我很幸運可以 跟大家 待會兒在台上一起創造 這個最美好的天 HELL YEAH HELL YEAH 那我們1、2、3就加藍貝囉 1、2、3 加藍貝 囉 今天就選擇 這樣吧 Let go 往你的方向 逃跑 換我 給你 肩膀 Let's go 我希望就是跟你一起工作 就是可以讓你的之後更幸運 我也是這樣希望你 像家人一樣 或是像很熟的朋友 就是我希望你更好 我倒是就是希望他好好盡情的生活吧 我覺得他是 可以成為一個 蠻有影響力的創作者 可以帶個人力量的一個歌手 創作這件事情 他可以去完整 可能生活中不曾實現過的事情 很常在努力 往上坡路段走的時候 比較容易感覺到快樂 這張專輯為什麼叫勵志 是因為我覺得勵志會讓我感到快樂 也就是說這張專輯 這張唱片就是我 跟所有的製作人員 我們在過去的兩年來 去尋找跟創造快樂的一個紀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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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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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